欢迎收听coco早餐 我们将请李晶叶先生来为我们谈一谈他的彩绘布景 李晶叶先生他是在云林县政府所发起的一周一达人活动 寻找云林在地达人的所介绍过的一位第27届的传译金曲奖 最佳年度表演新秀奖的青年议师 他也是云林土生赌场的在地人 他的爸爸创立了真云林阁掌中剧团 27岁的时候他就承袭复制来接掌剧团跟布景工作室开业 收入以名戏演出跟布景制作为主 到底是彩绘布景是怎么样走上创新之路的 从创新到传统这位年轻的彩绘布景达人 他在父亲跟他个人的事业生涯当中 也曾经有过梦想跟现实的挣扎 以及争执是怎么走过来的呢 我们来告诉大家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平行而论为各位进行的是相关的议题 当然还是今天在台湾的重要的内政上面 是以礼一修牢基法通过这个议题 那此外呢 当然川普跟蔡英文总统之间的一通电话 所造成的震撼 跟这个波兰仍然是方心为爱 那他这个我们看到 蔡英文总统其实是比较低调的 我个人倒是认为蔡英文总统的低调是对的 但是我们的国际宣传却非常值得大家来 继续来讨论的 那就是台湾到底在哪里 台湾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 台湾的历史发展又是如何的 台湾的蔡英文女士怎么会做上总统的 台湾跟中国有什么样的渊源 中国为什么宣称台湾是他的一部分 而美国人为什么不承认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权 有2300万人 而且跟他的贸易关系 一直是在世界的排名的是名列前茅呢 这些问题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这些问题不需要解答吗 这些问题不仅台湾人想告诉美国人 美国人也在质疑啊 美国人也在询问啊 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外交部 国际宣传师或者是其他的相关单位 我们国安会有外围的远景基金会 有亚太基金会 有非常多的相关的组织 这个时候就是跟各界联系 透过我们的媒体的沟通 以及媒体的宣传来告诉大家 什么叫做real Taiwan 我认为我们应该进行一个 the real Taiwan的movement 告诉大家real Taiwan 1949年以后所进行的各种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的变革 今天的台湾除了有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 早年的 中期的 跟1949年的之外 还有新的移民 但是台湾也是多元的 也是族群融合的 台湾有非常多东南亚来到台湾的移工 也有看护 还有配偶 台湾有不同省份的 也不同时代的移民 他们的生活背景不同 他们的历史经验相异 但是他们的共同目标 就是珍惜大家一起打拼出来的土地 当然我们更不能忘记 台湾的原住民 是我们的母亲 台湾的原住民 来守护台湾 在历史上所形成的一个 台湾这个不成的 美丽的福尔摩沙岛屿 台湾有非常多的客家族群 台湾更是一个开放的岛国 台湾的民众有教育的机会 台湾的中小企业 四面发达 触及世界各个角落 台湾是电脑生产的第一个国家 苹果 这支手机 它的大部分的制造 组合 主公 都是台湾的厂商 就在这个同时 我们不必用意识形态 就可以告诉大家 What is Taiwan? Who is Taiwan? Where is Taiwan? 而且我们还要告诉大家 How is Taiwan to be important? 这些事情 我们民间可以做 我们的政府更可以做 事实上 川普先生 不是一位疯狂的人 川普先生 他的国务卿 如果一旦 确定 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 这位内定人选 这位内定人选 叫做 罗突巴克 他是台湾连线的创办人 目前 这个 人事任命 还没有公布 一旦公布的话 那么台湾 中国大陆 以及 是 在 未来 中美台 日韩 东南亚 东北亚之间的 特殊关系 以及 新的定位 都会变成 一种 非常 大的 可能 这位 罗拉巴克 罗拉巴克 巴克 好奇怪 他的 last name 非常非常难念 他是 曾经获得 台湾之友会的 特别奖章 当时 他的太太 还生了三个宝宝 这是一个朋友 他所说的 现在这三位宝宝 现在都是青少年了 而 这位 罗拉巴克 先生 他如果 可以 出任 国务卿的话 我们在台湾 所进行的各种 民主化的 优化的 以及经济发展的 各种政策 将会碰到 非常非常 这个令各界觉得需要振奋 然后合作往前冲刺的一个机会跟平台 罗拉巴克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 这是很重要的一篇文章 这是他接受 Breakbot News Breakbot是什么 这个 新闻呢 他的 这个重要的 创办人 Steven 曾经被认为是极右派的一位 这个 白人主义者 他现在是 川普的顾问 而且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功臣 在川普的阵营当中 那 这个 可是 后来因为 这个外界对他的角色有非常多的这个疑虑 所以呢 他本来是可以做这个相当程度的白宫幕僚长的 后来呢 就这个 就被 那个 摆到比较 比较没有官方的这个 冲击力的一个位置 这位 罗拉巴克先生呢 他如果一旦出任 是 这个 国务卿的话 那 他的 这个 最新的 这个独家访问 大概是值得参考的 他说 这个 Trump's Taiwan call alerts Chinese U.S. No longer push over push over 就是一个 很容易被推倒的一个人 这是一句 非常非常严谨的一句话 那 来自 南加州的 这位国会议员 这个 是 他说 川普 送了一个 非常 这个 正确的 一个讯息 这个 是他透过了 这通电话 嗯 而 这位 罗拉巴克 据 私下的 很多的朋友 内部的了解 他 将会 是 目前 最新的 一个 啊 这个 啊 国务卿的人选 一旦是他的话 那 嗯 美国的 对中政策 势必 有所转变 而这个转变 跟台湾是有关 但是事实上 并不主要的是因为台湾 而是美国 政治人物 也已经 意识到 这个 中国大陆 有巨强 凌落 也就是 畏惧 强权 凌霸 这个霸凌 弱势的 这样的一个 基本上的 态度跟政策 美国人 不再吃这套了 台湾 只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在这个同时 叶王辉 Steven Yutz 也就是 川普的 一位 幕僚 他是共和党的一位 爱德河 爱达河州的 地方的主席 今天早上来到了台湾 而他 在 这个国务院里面 未来会不会担任 亚太斯方面的 重要的职务 被各界看好 这位 Steven Yutz 他有一个中文名字 叫叶王辉 希望的王辉 光辉的辉 他是 中文讲得非常好 他曾经是传教士 在台湾的高雄传教 对于台湾的理解 非常的深刻 而这一点呢 恐怕呢 也会形成为 我们透过叶王辉的 这一个礼拜的 台湾的访问 去理解更多的 川普阵营政策的一次机会 好 最后一分钟 一例一休 如果再不做 那行政院就打烊关门 算了 这是我的结论 但是一例一休 颠颠播播 过了之后 郭芳玉部长 应该请辞了吧 杨志良卫生署署长当年 因为健保补充 这个费用的关系 他后来就辞去了 他的卫生署长的位置 而郭芳玉 不管他是代罪立功 或者是他错误的要补偿 也或者是这个劳动部的部长 他在说服沟通 以及政策的拟定上面 都有所偏差 但是不管怎样 一例一休 好不容易过关了 颠颠补补过关了 林权院长 希望你不要再袒护自己人 也希望你发挥魄力 蔡英文总统 郭芳玉部长 已经失去大家的支持 不管是气局薄帅也好 气帅薄居也好 郭芳玉部长已经不适任 郭芳玉部长 必须在三读一例一休的 这个案子过关之后 我相信民意是认为 他必须离开他的位置了 至于普景会 四月要下台 这个结果还蛮令人唏嘘的 马上回来咯